这种情形你遇过吗? 有一个外国人走不来怎么办怎么办? 要跟外国客户做简报怎么办怎么办? 我不知道怎么问路怎么办怎么办? 轻松学习英文不卡卡 我是Katrina 我是Patrick 欢迎收听卡卡派 卡卡派双语talk show 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听高雄广播电台FM94.3 周末的卡卡派双语talk show 我是Patrick 我是Katrina 会在每个礼拜天晚上6点到7点 在空中与大家相见 我说还要在周末与大家相见 就是周末还有什么时候呢 这句话你重复了几次了 我说哇哦已经整整两年多了耶 Good job Katrina 我现在才终于有点上轨道了呢 讲了那么多次 现在终于有一点点顺了是不是 可是偶尔还会卡卡 对像今天卡卡 因为叫应景嘛 硬题目啊卡卡派 然后我刚才提到 Good job because everyone is doing a job of some sort 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工作嘛 每一个人都有在做点事情嘛 对不对 是 因为有些人可能 they work to survive 嗯对 没错就为了生存 有些人那个work 就是for passion 对 为了乐成 对啊 然后有些人 work for fun 对 哇好快乐哦 work for fun 那是我的梦想 是吗 你现在不是就是了吗 好像也是了 其实我们做节目 这个job也算是蛮开心的 对啊 没错 对 所以我们今天也是来聊聊job 可是呢工作呢 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算是pre-requisite 你要进到一个工作之前 通常会有一个interview 对不对 对这个就很重要 然后这个interview 主要是用来干嘛的 呃展现你自己 让人家 一下就在十分钟 可能 当然啊 如果真的有一个面试十分钟 也是蛮厉害的 总之在呃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 对 要马上认识你这个人 你也要马上认识这个公司 嗯 决定你要不要过去 然后他们决定 要不要用你这个人 这个好重要 对对 就是那当然你在interview之前 如果说我们要去 被别人interview 是 我们一定先做了research嘛 对 所以了解这个公司做什么啦 是啊是啊 规模多大啊 他需要我们提供什么样的服务 或是对 技巧 技能 公司在意的是什么东西 主要产品是什么 这些已经做好research 没错 你去那边 然后才问那个interviewer 所以你们公司是卖什么的 哦 那就直接没有了 谢谢再联络 这真的就太扯了 但是你去 呃被人家interview 所以难免也是会紧张啦 可是你们要如何在那边 那你还是可以说服对方 说请你是一个 你就还有一个正确的决定 对不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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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没错没错这这个也是一门艺术 那我不知道在台湾跟国外 所重视的有没有什么不同 对我们今天就要来探讨一下 其实这个也是蛮有趣的 然后在开始之前呢我想要分享一个 我觉得也 tehng 蛮搞笑的一段interview的故事 所以就是在一个interview里面 就有一个interviewer 就是中文叫做面试官 面试官就问 What are your strength? 然后那个人就回答 I am an optimist and a positive thinker 然后面试官 这句话你知道什么意思吗 对不对 面试官说 OK,can you give me an example? 然后他就回答 Yes, when do I start? 很可爱 对,面试官就问 OK,你的那个强项是什么 没错,你的强项是什么 我这个人就是很乐观 然后我都思想是很正面 然后面试官问说 那你给我一个例子好了 然后说好,那我什么时候可以开始 没错 蛮搞笑 可是这个我觉得 也是蛮不错的回答 对,没错 因为有梗嘛,对不对 是是是 所以呢,在一个面试里面 在国外好 其实有几个问题 是一定会遇到的 真的 譬如说 Tell us something about yourself 真的 这一定要的 好,我不知道台湾有没有 台湾有 你去面试 然后他就说 OK,那个 你先自我介绍吧 自我介绍 如果这个时候呢 你说,啊,我最喜欢的颜色是黄色啦 我是处女座A型啊 然后我跟哪个什么水象星座是最合 你有没有看到门 你给我走出去 真的 可是这个很重要吗 我不讲这个我要讲什么 对不对 一点都不重要 所以到底要听什么呢 是 如果辩试官问这样的问题 请问到底是要听什么 Patrick 我自己认为啦 愿代求职这样下来 我觉得这个东西 你绝对不是要说你家几个人 然后呢 三代同堂什么这些 都不是要说 最近看了什么电影 然后你很喜欢 哪一部戏这样什么之类的 八点党都不是 人家没有想要知道这些 人家要知道你在这个公司里 就是你能给出的东西 的 应该说不管是你的个性 在对于我们这公司 可是那个我觉得是下一个问题 哦 是 下一个问题 他可能会问说 为什么我们需要请你 哦 为什麽我们招职你 但是呢 他叫你自我介绍 真的就是纯粹自我介绍 哦 可是自我介绍 我觉得他可以看出几个点 就是你当然你的组织 能力好不好 哦对 没错 你叫什么名字 从哪里来 之前在哪个公司服务过 对 就职过 嗯 对不对 然后呢 做些什么 你做过了什么事 然后在你做这些事的 这几年 你累积了什么样的经验 哦对 学到一些什么 对 都跟你最喜欢的颜色是无关的 是 可是呢 他要知道这些东西 因为你如果没有给他一个自我介绍 很难建立一个connection 嗯 没错没错 因为人最终还是有一点点成分是看那个kimoji 哦没错 所以你自我介绍也非常重要 没错 对啊 最当然那个都会要求讲名字啊 嗯 最基本的 对没错 然后呢 最重要是他看你的自我介绍就知道你的这个性格差不多是怎么样 嗯 你的kangzam在哪里 为什么呢 因为有些人讲话出来他可能就把这个自我介绍当成是一个呃 leadership的speech 哦 所以他的风采他的自信度就不一样 没错没错 不会那个畏畏缩缩啦 对 讲话有没有最词啦 就讲大班啦 对 所以其实你可以从那个简单的自我介绍看到这大约是什么样的人 嗯哼 或者是那个阔度的arrogant 哦没错没错 诶真的 真的有些人就是讲话讲得很条班 对啊 有没有太浮夸 是 有没有需要 人生如戏 打折听 哈哈哈 真的 所以我觉得那个呃 这一个其实他就已经能够判断出要不要再继续问下面的问题 嗯真的耶 所以自我介绍非常重要 所以呢 大家一定会准备这个 就很简短的 又不可以太长 嗯哼 就把你做过的事情 你累积的经验 对 然后你平常喜欢做什么事情 就是要跟工作相关讲出来 OK 对啊 然后像在国外还会有问一个问题 几乎是会问的 嗯哼 就是 what are your hobbies 哦 就是你该做社会 对 然后这个时候呢 你难道说 哦没有啦 我平常就是喜欢宅在家里啊 就是发呆啊 想这个人发的脑子是什么啊 最喜欢就是一直睡觉啊 是是是 OK 很诚实 可以哦可以哦 很诚实 哦好 门在那里 对 可是为什么大家会 就是问这个问题 他真的在意你喜欢做什么吗 对啊 我觉得绝对不是 是看你喜欢做的那个东西 是不是可以达到就是 一样是公司需要的 例如 好你喜欢打篮球好了 为什么 因为你有 里面有讲到的可能teamwork 然后还什么的一些 这些真正的show skill 对 因为呢 在问what's your hobby 其实都还在了解你 对 一开始是叫你自我介绍 自我介绍 他就是要看 老实讲就是 how well you represent yourself 就是你自己自我表达 对 好不好 是是是 那hobie呢 其实我觉得有一个很有趣的 就是说 当然 那个工作 就是工作嘛 对 很少有人真的是 很喜欢某某工作的 但是呢 hobie是你喜欢的 对 所以呢 你自己的hobie 也没有办法很 做的非常的深入 对 或者是很认真的 在做你喜欢的东西 他就会觉得 那是不是有 那个这个勤劳程度 是不是有点问题 对对 那还有就是从hobie 可以看出 一个人的energy level 嗯 你的意思是 他的能量的 那个指数多高 对 能量指数 对对对 哦 一个是哦 我平常就喜欢 飞在家里啊 然后呢 我最喜欢的是 就是一直盯着天花板 这个人量总 出蛮高的呢 因为他都一直 往高处看 当然没有人会 回答这个 但是呢 其实从一个人 喜欢做什么事情 是 哦 有些人会说 哦 我喜欢那个river tracking 嗯 哇 那个叫做什么 范 那个是范州吗 river tracking 就是 那个塑西 塑西 对 好 然后呢 他可能就会 interviewer就会继续 哦 去哪里 索西 嗯 那你走过 最长的是什么 嗯 像之前我们 interview新人 是 他们说 哦 我最喜欢的是 艺术好了 我就问 那你最喜欢的 艺术家是什么 对 然后他说 哦 我就好像喜欢 那个就是很会画 那个红色圈圈的 那个叫什么名字 然后我就 哦 那你最喜欢人 你都不知道 叫什么名字 对 这有一点的问题 对 在你的面前讲说 他最喜欢art 这个就是脑子 是有什么事情 然后或者是 有些人会说 哦 我喜欢reading 然后你就问他说 哦 你最近在读 拿几本书 对 没错 没错 也讲不出来 那也是有一点问题 因为他就等于是 被他就是 被答案嘛 就知道说 OK 我去interview 别人问我这些问题 我就自动回答说 哦 我最喜欢看书 看电影 这基本的 不会出差错的 对 但是呢 再深入问 就不行了 真的 没错 没错 然后另外一个 从后面可以看出 你有没有办法 fit into the environment 哦 就是你可不可以 就是应该说 路径水 也不能说路径水 融入这个环境 因为大部分的工作 是需要teamwork 哦 太重要了 很少很少有一个工作 说OK 你先去 你就管好你自己就好了 你去那个basement 然后很暗那个地方 你就一个人在那边 顾那个仓库 早上八点进去 然后你就一个人在那里 然后那个差不多 六点下班再出来 就很少嘛 那个工作是在 安娜贝尔 还是什么吗 都需要有teamwork 然后每一个 company culture 可能是不一样 没错 就是这个就是 公司的那个文化 对文化不一样 就是这些人的vibe 都是 哦 很喜欢爬山啊 很喜欢运动啊 对对对 或很很 有些的那个 公司的vibe 就是诺米其妙 一堆人就很喜欢打电动 所以就那个 互相讲话的jargon 专有名词都可以通 对 因为每个公司做的东西不同嘛 是啊是啊 所以呢 一定会了解 问这几个问题 然后还有一个 就是 What are your strength and weaknesses 啊 就是你的优劣势 对啊 你有什么strength 这就已经是 苏瓦分析里面的前两个了 就是你的优势跟劣势是什么 对啊 所以呢 你要先讲什么 我觉得应该要先讲 劣势再讲优势 是吗 也没有一个 这两个都可以 这是随便 嗯 那要讲什么 那很多人就会 罐头回答 哦 I'm a perfectionist 如果被问到你的 那个 你的weakness 嗯 因为你weakness 好像讲什么都不对嘛 那strength 当然很多东西讲嘛 没错没错 我这个人很守时啊 然后那个 我integrity啊 然后highworkethics啊 然后那个 那个什么 很爱那个工作超市啊 morestandard 很高啊 等等的 那当然 道德标准也很重要 道德标准很高哦 对对对 对 好 这些东西其实 嗯 那个很容易回答嘛 嗯 或者是我已经 在这个产业 十年 嗯 二十年了 OK 有相当的经验 所以那个 不管是technical skill 或者是soft skill 都证明说 哦我有办法 嗯 但是呢 被问到weakness weakness 你有什么弱点 对 我觉得有什么弱点 绝对你也一定要 永远找一个东西去讲 对 对 我觉得你还是得 老实回答一个东西 你不能说 哦我就是一个 完美主义 然后所以 这个是我的弱点 啊就不行 太无诚实了 讲这个实在是太 然后之前 我还听过 太骗了吧 有人说 哦那个我 我就是唯一只有一个弱点 就是I tend to overwork 哦我就是一个弱点 就是 我倾向于就是 我是一个工作狂 超时 对对对 哦这也是罐头回答 真的 所以应该是回答一个 真的是你的弱点 是 有时候就是比较粗心 所以东西做完 我会检查三遍 确保没有任何的错误 哦对 没错没错 就是 你在讲你完你的弱点之后 你要 你要告诉人家 你如何 你怎么解决 对 How to overcome 对不然你怎么样 过这十年的 就是你这个工作职业 你是怎么样过下来的 对啊对 没错没错 然后有需要叫 有需要讲到很多吗 我觉得不用 就是 哦就是有时候 我的UQ很不好啊 然后同事跟我讲 两三句就打起来 然后我就是因为这样子 才从上个公司 被解雇 哦这个就不用讲了 千万不用 对就讲一个东西 可是你有解决的方案 是是 这样就可以了 有解决的方案 没错没错 对啊 好 然后接下来就是 你刚才有提到的 嗯 就是 Why should we hire you 啊对 你每一个公司 都会想知道吗 那好 那你都写的这么好 嗯 之前的那个自我介绍 都讲的不错啊 对对真的 那为什么 我们应该请你 嗯 那你觉得呢 这个东西应该是要针对 就是你要应征的那个职务 还有你的愿景来说嘛 嗯 所以这里就需要 开始讲到你的 technical skill 没错 对不对 嗯 因为这个就是跟工作相关嘛 对 所以刚才的可能就是 看看你的soft skill 好不好 没错 OK 你讲话有没有讲清楚啊 就你这个人 能不能能屈能伸啊 不会跟同事揍起来啊 这样子类的 就是EQ高不高 对对对 对 然后现在 你就是你讲你的 technical skill的时候 对 所以他在这个时候 就看到你的 convincing power 如何 嗯 你的说服 能力 说服能力 嗯 到哪里 没有啊 但是如果你真的是 fit for the job 你就真的是讲实话 对啊对啊 没错没错 就是看 那个职务需要什么 还有你有哪些软实力 可以来辅助这些 嗯 会让整个工作 会变得更好 人家不用你要用谁呢 对啊 好 technical skill 就是属于技术性的 对 那当然你去申请一个工作 哦 那他要求说 你需要autocad 需要photoshop 需要premiere这些技能 那应该要有 对 或者说有些工作 他需要 哦你会开车 嗯 你就要会开车 对啊没错没错 这基本这是technical skill 是是是 但是呢 我们现在在讲 刚刚讲一直提到的 英文字soft skill 嗯 所以中文叫做软实力 软实力 对不对 是是是 有几个关键 是在国外的那个 CV 嗯 或resume 最好是 有针对这几个 软实力 关键字优化 哦 哪几个 哪几个 很重视的 我觉得有一个是 communication 哦 对 沟通 哦 沟通太重要了 你如果不会沟通 你到底要如何去做事 你没有办法 teamwork嘛 真的没办法 对所以呢 那个在CV都会在某某地方植入说 communication跟沟通能力 嗯嗯嗯 这是一个我觉得非常重要 另外呢是 problem solving 你还是会植入这个字 对没错没错 解决问题能力 我们工作就是在解决问题啊 公司请我们去 就是来解决问题的啊 是啊是啊 那你又来制造问题 在干嘛请你 真的呢 出去 对啊 还有几个啦 嗯 就是time management 哦 这个的话 那个 那个toast masses 最重要 如果你现在time management不好 嗯 我们就是toast masses 就因为他是 以每三分钟为一个单位 在控管是不是 对 然后还有有人举小旗子 对 但是时间控管很重要 太重要了 因为对 特别是对一个公司嘛 因为你人在那边 就是 一个时间 一个成本在 对 就是一个成本 嗯嗯 那你在消耗成本的时间内 可以完成多少事情 是是是 这个就是时间控管 嗯 另外leadership 嗯 没错 这个那个领导力 对 嗯哼 为什么需要领导力 有些的工作 其实就 你就服从也是可以执行啊 嗯 但是有 应该说领导力 里面包含很多东西 有一些的话 你至少 会有判断的能力 也在里面 对 没错 对 所以一个人 有没有leadership skill 嗯哼 跟没有 是完全不同级别 他有没有办法自己解决问题 嗯 有没有办法带领整个这个 team morale 团队的 对 那个气势 对对对 往前走 没错没错 所以这个都是leadership 而且这个都是很subtle 很微妙 对对对对 没错 那另外一个是team work 那另外一个是teamwork 我刚才讲很重要 很重要 团队 如果我要申请国外的工作 100%一定要讲说 你是一个greatteamplayer 嗯 所以你很喜欢teamwork 真的 那你也有办法teamwork 哦 这个跟台湾是不太一样 我觉得不一定每一个面试官 都会问到这一点 但我觉得这真的太重要了 嗯 很重要 真的 另外一个跟这个相关就是 interpersonal skill 嗯 就是个人应该说 个人的能力吗 人与人之间的互动 因为有时候这个是需要 这个skill 是是是 因为人跟人很容易摩擦 对 可是呢你有interpersonal skill 你可以完善的沟通 嗯 然后减少摩擦 嗯 然后增加 那个讲话的舒服度 嗯 一样都是传递一个讯息给对方嘛 对 可是一个人讲 可能对方听了就 会多啊 对 啊也有一个人讲对吧 哦很舒服 对 我双倍帮你做 对 有一个人 对 这真的是两件事 有可能就有一个人 就过来说 你是在做 这是在做什么 这样子 对 听到就火很大 我花这么多久的时间 你跟我讲这种屁话 对 跟另外一个人说 啊这个的话呢 可能再麻烦你帮我 就检查一下 有一些地方可能会 想要瑕疵 你帮我看一下 这样子 所以呢 这个讲话 有没有好好讲 对 甚至呢 有时候有些人 他的style 就算不是很有礼貌 可是因为他的 那个人物设定 让他可以 对 人设可以让他 这样子讲话 然后对方又不觉得 被冒犯 对 因为他有办法 去拿捏控制 对 真的 真的 有些人讲话 就很搞笑 啊讲话 他可能就是这样 你这到底是在做什么 但是他的人物设定 允许他这么做 对 完全不觉得 out of character 然后你被他 骂了好几次 那个脏话 就觉得 嗯 他叫有斗力 对 而且心里就 嗯 很舒坦 对 好 但是这个就是 interpersonal skill 因为这个也是 好像full move art 好像是一种艺术吧 是 对不对 那你怎么去 拿捏这个东西 而且这种东西 其实也建构于 那个人跟 就是人与人之间 他们到底是怎么样相处 平常就已经 那个建出来的情谊 他们才可以 讲出这种话 然后另外 不是另外 也是属于这个点 我觉得那个 诀窍呢 是在于 listening 啊 倾听 因为呢 你要先明白 对方要讲什么 或是问题在哪里 是 所以你的回答 还是针对这个 去回答 没错 没错 所以你在这样沟通之下 才不会产生 无效沟通 没错 然后如果对方知道说 哦 你有听我的 你明白我的 才给我这个意见 其实这个 舒服度就增加了嘛 是 就觉得 这个好像是有关联 对 这个人有用脑袋 在做事情 有用脑袋 在做事情 是 对啊 这太重要了耶 还有 那个 在国外 CV 需要的 优化的 叫做 adeptability 哦 那个叫什么 适应力 那为什么适应力 很重要呢 是 适应力的话 应该是 不管是在新的工作 因为 主管不会永远就让你 你来的时候 就做那些工作 永远做那些 不可能嘛 那可能是 突然有新的一个 project进来 那到底是谁做 那大家要如何去分配 你能不能适应这些 就是 把我的工作 OK 就是适应这个 一直变化的工作 是 场合 对 OK 因为每一天可能不一样 那另外一个 适应这个环境 是 适应这个 company culture 然后你是不是一个 open mind open minded person 对对对 因为呢 你不可以说 哇 我之前的工作 二十年了 我们公司 之前的公司 就这样做 对 那现在来了 你们不同的做法 是 然后你要自己改变 还是改变整个公司 这样还是自己 要去调整哦 所以呢 适应能力 也是非常重要 我之前在 日本住的时候 日本啊 就是一个东京的人 派去那个大阪 虽然都一样是日本哦 是 然后但是呢 那个working culture 完全不同 然后就会很容易忧郁症 或是一个人 从大阪 把他派去东京 哇塞 OK 就觉得 哦 怎么都不一样 做的是方式都不同 而且就是同一个公司 只是不同城市的部门哦 然后就忧郁症 很多是这样的案例 真的难怪 居酒屋这么多 对对对 晚上就去喝 OK 那这个 讲到是 当然他们的工作 的环境是 比较高压嘛 可是呢 这个就是一个人的 适应程度 因为他可能 很多年都习惯了 一种的模式 可是到了另外一个模式 甚至他的 colleagues当中 彼此的沟通模式 有了改变 他又适应不了 没错 没错 真的 同事间的一些相处啊 还是我们的 反正只要是环境的这些变迁 在工作上会太多太多这样的状况 你的适应力好不好太重要了 对啊 然后最后我觉得也需要植入的关键字 就是creativity 啊 没错 创意 你天马 星空的脑袋 就是几年前 这个好像不是特别重要 嗯哼 真的我觉得 可能老板也不重视这个东西 是 可是现在的时代变得太快了 嗯 所以呢 他请新的一批人来 他希望他是有creativity 对 有创意 因为呢 现在的行销也变得很快 对 然后那个新时代的来临 什么样的这个行销方式 规则就一直在改 嗯 真的 是不是新的新一代的人 他有他特别的看法 嗯 你观察 那你如果让这些人 他是有创作力 是有creativity的 给一些意见 可能有会帮公司加很多分 对 没错没错 真的 创意非常重要 对啊 所以这几个 我觉得是在 优化 resume 就是你的履历上面 如果要申请国外的工作 我不知道在台湾 重视是什么 但是我这里分享是 之前我们申请工作 或者是我们看别人的CV 会重视的这几个东西 是是是 没有错 没有错 说到这边 是 好像已经过了二十几分钟了 那不然我们来进一首歌吧 好的 那我们先来进一首歌呢 那一样我是以台湾排名前五十 目前最夯的歌呢 第一首 就要分享给大家 叫做 On the Ground 好的 一起来欣赏这首歌 免听着温暖的声音 九十四点三 让我有整天好新奇 九十四点三 分享生活点点滴滴 随时陪伴着你 你最好的马迹 哇 你刚才讲了这么多面试啊 算是国外面试吧 一定一定会问到的问题 几乎啦 对没错没错 而且还要 我们要表达出来 我们到底有怎么样的 应该说 Soft skill Hot skill 全部都是 Hot skill 对没错没错 这是 软实力硬实力 It's a technical Technical skill 我也说是 Hot skill 就是要很辣 然后interview的时候 开叉要到腰 然后上面要开开开 开到下面 是不是 对 所以这些真的都很重要 那但是在台湾 其实你刚才讲的那些 也都是会有的 就是 基本上会有 那但是 还有一些 像是 你为什么想要 应征这个工作呢 对 对对 没错 这个也是很重要 就是 你要让人家知道 我想要这个工作的原因 是什么 就是 因为有可能跟你之前的工作经验 完全不一样啊 你要跟人家讲 你到底想要 为什么会想要来这个工作 对 所以呢 你直接会来 哦 我就只是想赚钱 哦 这样可能也不行 完全不能 就是老实都是一百分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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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就是 因为像刚才说的 如果你真的是换 转换的职业还跑到 那你为什么 为什么要换 哦 很常也会问到说 对 那 Why did you leave your previous job 哦 你为什么离开你之前那个公司 是是是 然后这个时候 如果你开始抱怨之前 哦 那个主管就很烂啊 然后他就常常叮我啦 然后公司制度乱七八糟啦 然后 OK 所以我最后是拍桌走的啊 所以 所以呢 那个新的公司一听到 嗯 要羞啊 你这样 之后会不会也去讲我们 怎么样 真的 所以千万不可以讲到 之前公司有任何的不好 没错 没错 然后还有 是如何处理工作中遇到的压力 应该是说 他会问你的是 你如何去处理 就是 你之前有没有遇到怎么样的挫折啊 怎么样的状况 你是如何去解决他的 所以这个时候 如果你回答 说 哦 就去酒吧喝酒 喝到饭去都没了 算是一种解决吗 然后好像是 不可能 因为这个就要分析压力从哪里来的 没错 因为人会有压力就正常嘛 不然就不是人了嘛 对 那压力通常来自于 就是你可能 比如说好了 你要把一个东西撑起来 嗯 要举一百斤好了 是 可是那个时候 你的能力可能就只能举 90斤 所以你就觉得压力有东西压嘛 嗯 那 这个的比喻呢 就是在讲 可能工作的里面 要你执行的 你不熟 嗯 是是是 或者是 还有一些 进步的空间 技能 还未取得 还没有解锁 啊不代表说 在很短的未来 不会取得这个技能 是是是 有些东西就做过一两遍 嗯 你就会了嘛 没错没错 那就又没有压力了 对对对 所以呢 怎么去解决压力 我觉得就提升嘛 提升自己的能力 提升自己的能力 对 任何一个工作 一百百分之就有压力了 你就最简单的工作 也是有压力了 是 没错 然后压力来自什么 不是工作 就是人 对 真的 在任何一个工作场合 都会有人的压力啊 是是是 你一定是还有一个主管 嗯 不然你 你已经没有主管 那还有一个老板 不然就不叫工作了 对啊 那总该会有 东西给你压力嘛 有人给你压力嘛 是是是 别人不给你自己 也给自己压力嘛 对啊 对啊 那你要消除压力 嗯哼 几乎是不可能 可是如果你提升自己的能力的话 压力就会减化了 是 没错 没错 这就是很正向的回答 很棒啊 谢谢你啊 所以是标准答案 对对对 欢迎进入我们高雄广播电台 是 这很重要 对啊 你就是要列出 第一就是如何 应该说如何提升自己的能力 再来的话如何输压 其实就是这样 运动啊 还什么 其实这个也可以 微微加进去 这样子 还有另外一个 就是不要在意 因为有些压力 老实说啦 在一个corporate里面 很多人的压力 并非来自工作本身 是 因为工作已经做到很熟了 嗯哼 已经是觉得 就应付这些工作 很简单 可是工作是 company politics 嗯 嗯 应该叫做什么啊 内部的这些 小政治啊 小团体啊 没错没错 可能互捅啊 嗯 因为大家都得 要爬这个corporate later 嗯 所以那有些人 他可能做很小的事 然后就在上司面前 要很大的功 嗯 或者是indirectly 嗯 put you down 啊 就是让你有点难堪 是是是 任何的corporate里面 一定会有 好 那这个是不是也压力 对 绝对是 你要怎么解除 你把它灭了一个 又来一个 真的 真的 这种人无所不在 那你要 你要嘛 就是 自己也会很会玩 这个politics 嗯 对 要嘛就是 努力的让主管相信你 对 像来讲的 让主管相信你 表现得很好嘛 对 要嘛就是 company politics 玩得很好 是是是 那通常呢 那个根据统计呢 一直往上爬的人 有一大部分 确实是 把company politics 玩得很好 所以我们国外 就有一句话 就是 那个 在corporate里面工作 对不对 it's never about how much you have done it's all about how much coffee 但是这个不是在讲说 你喝了多少咖啡 就是说 因为你在 那个 coffee就是社交嘛 可能跟大家讲话 那你很会 在 游走在人的 之中 是是是是是 所以你这个company politics 做得好 真的真的 很重要 有时候 这个就是 社会就是现实的嘛 嗯嗯 你会觉得 哇这个人很恶心呢 就是那个 办事能力又不是多好 technical skill 没有很高 但是讲的 好像自己做很多事 那确实 他就这样 就上去了 真的 有些人就是听 那个甜言蜜语 就这样上去 对 所以任何地方 都是有politics 所以你不仅要 好好 当然我们不仅要 好好做事 又要想办法 我们做的是 怎么被看到呢 嗯 是是是 没错 不然其实很辛苦的 真的真的 在这个社会 遭种真正事 不简单 是啊 所以你刚才问我 什么问题 我为什么聊到这里来了 就是那个压力压力 对对对 对了好 我就是要讲这个 就是有时候的压力呢 不一定来自 工作的难度 嗯 因为很多的工作 确实不难 真的 你做了一段时间 就不难了 但是呢 在应付人 对 那你要嘛就 join them 不然就是 不要再在意了 对 真的真的 你看开一点吧 对 就是 don't take work so personally 没错 你就把它 工作就是工作 你就放下吧 你在工作里面 面对的一些 negative energy 那就是工作了 就把它留在工作里面 不把它带回家了 是是是 你就不然 要么就是这样 真的真的 不然你再带回家 你又会有另外一个压力哦 就是 就是家里 对 因为呢 你这个情绪带回家 会transfer到你家里的人 是是是 所以我们之前在大学的时候 我们的教授就讲了一句话 就是刚刚我讲的 是 don't take work too personally 因为呢 你的负面情绪 如果你觉得 哦 这个好像 这个人 客户骂我 他客户这个人 就是不是骂你 他又不认识你 是 他就只是针对一个事情 他不爽 但是你刚好是跟他 接洽的人 接洽的人 是是是 所以今天顾客骂你 哦啊 你怎么这样做事啊 你是有什么问题 他又不是在攻击你 个人 是是是 对不对 那你把这个负面情绪 我不是说我吸收了 带回家 那其实就是 这就是你的问题了 很容易的忧郁症 真的真的 带回家之后 然后又会 除了忧郁症之外 你家里还会就是伤和气 是的 所以呢 就不用管了 没错没错 这样说真的是很对 然后还有最后的话 一定一定在台湾 我觉得 目前我面试的公司啊 大概都会问这个问题 就是你还有什么问题想要问我们的 哦 OK 那这个时候呢 你要不要问问题 绝对要问 你不可以说 哦 没有 对 没有 这个就是傻眼 是 那你需要问什么问题 嗯 我觉得 应该在问问题上面 我 我自己啊 会有问过说 哎 为什么会要应征这个植物呢 嗯 对 就是你要 你想要知道这个东西怎么来的 是到底是 这个植物实在变动太大了 就是 没有人坐得住 还是到底是怎么样的原因 嗯 让他们这家公司留不住人 还是 还是是 其实是 哦 要扩展 对 对 你现在 那个讲到一个重要的点 是 就是好 interview完的时候 对不对 很多人会重视 interviewer 会问你什么问题 对 但是呢 会忽略的 自己应该问什么问题 对 对 所以有几个 例子 我觉得是 蛮好大家可以参考 好好来来来 就是你可以问说 what are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s you would like me to accomplish in the first three months if I'm hired for this position 哦 这个问得很好耶 如果呢 我被录取了 是 那你希望我在 被录取的前三个月 accomplish 就是达到 达到什么 对 没错 那公司就会觉得 嗯 这个是个好问题 对 没错 嗯 我来想想一下 解决这些 我需要你来解决 这些目前的 这些状况 然后突然那个 那个面试官就直接这样 这些 哪一箱东西 这个清单呢 是我们目前 欠我们钱的客户 我希望你 在这个三个月解决 哇塞 很high耶 然后或者你也可以 也可以问说 Is there anything at all that you would like me to clarify for you 哦 就是如果有 应该说 有任何东西 我可以就是来 要为你 应该说 有什么事情 你想想我再 更清楚 更清楚的 跟你说明白 对对对 那如果 他对你是有兴趣的 可能就会 哦你刚才 在说你在 哪个公司工作过 那个时候 您做什么的 哦对对对 又或者是你在 应该说 你的resume啊 还是资专上 你肯定会写很多东西嘛 但他一定会 从里面呢 再问出一些什么 如果他真的 有想要 又利用你的话 对对对 然后接着就说 How do you see my skills and experience fitting with the need of your company 意思就是说 你看到了我什么东西 就是我的 我所呈现出 我会的技能嘛 对不对 技能 跟我的经验 那这些跟 你们公司 所想要找的 所想要找的人 我们不吻合嘛 嗯 对对对 没错没错 那还有一个更重要的 What are the prospects for growth in this job 哦 OK 就是在这个工作上呢 他之后要成长了 之后的成长空间 差不多是怎样 没错没错 是是 这很重要 你就是直接把 之后的升迁状况 大概也都可以问一下了 对啊 所以这个 为什么是重要呢 因为一般人 会开心去执行一个工作呢 是 因为他觉得 这个是有hope 嗯 有希望 那希望来自于什么 要么就是在 更高的位置 对 更好的待遇 是是是 那如果说 没有任何的 growth prospect 嗯 其实是比较少动力 对 就会缺乏动力 除非是 已经进入 半退休状态了 嗯嗯 就啊我反正 我没有这个钱 没关系嘛 做一天算一天啊 我就做好玩的 真的 那可能就 当然也有这样子啊 嗯 真的有 真的有 那如果 年轻朋友们 growth prospect 对 非常重要 大家都很有 那个ambitious 对啊 对啊 我现在担任这个岗位 那我上面 是不是变成team leader team leader上面 又是manager 嗯 然后再regional manager 嗯 然后之后再 是什么 当然公司可能 就教你好好干了 对 之后再说了 呵呵呵 可是如果 如果有一家公司 他的回答是这样 你就好好干 之后再说不好意思 我就不干了 这个真的很可怕 对啊 所以当然这些问题 是可以提出来 是是是 跟interviewer 来去互相讨论的嘛 真的真的 哦 那还有一个 嗯 嗯 就是是什么时候 会决定 对对对 没错 会决定 要不要录取 对要不要录取 对啊 不然你 你等了四个月后 还在等吗 真的 结果人家已经有人进去了 email公司 啊 请问你们考虑好了吗 呵呵 这是傻眼 呵呵呵 欸对对对 这个特重要 对这个面试来说 对啊 那如果说那个interview你的人呢 嗯哼 有时候可能是老板本身 但通常其实都不是老板 是 也是里面的某某manager 好吧 嗯哼 就是他也是员工 嗯哼 所以你可以问他一个比较personal的问题 是 就是what do you enjoy most about working here 所以建立一个比较轻松的对话 对 就是你在这个公司里 你为什么你会特别喜欢在这家公司工作 你最enjoy什么 对最享受什么 对享受什么东西 嗯没错 可能就聊起来就 又建立一个关系嘛 对 这个问题超好耶 对 啊但是那个人最好就是 也是一个manager 或是里面的employee 对对 如果这个是老板的话 就是建议先不用 哈哈哈哈 那是到底要来了 这样子 会这么多 对啊 蛮有趣的讨论 是是是 好 那我们讲到这边啊 我们先进一首歌 然后最后啊 我们就来问问 Patrick他在 应该说国外 因为毕竟在台湾 每一个听众朋友 大概也都听过 哎我们在台湾 大概工作就是 这个德行 哈哈 那在国外 会跟我们有怎么样的朋友 还蛮有趣的 好 那你等一下的部分 就让你发问问题 好的好的 那我们先进一首歌 那这首歌呢 也是Justin Beaver 他们的几个人 一起唱的一首歌 叫做 Peaches 好了那我们又到了 节目的尾声最后一个part 那这个part呢 我们用短短的几分钟时间呢 就想要来问问Patrick 在国外啊 就是当然因为大家都像 去国外工作 因为毕竟感觉就是不一样的 那当然所以现在在台湾的人们呢 除了就是应该说 增进自己的外语能力之外 那就是到国外 就是我们还需要具备怎么样的东西 才比较容易 应征到国外的工作里 很深奥的问题 要具备什么样的东西 这个东西呢 当然又包含了technical skill 啊对啦 然后刚才我们涵盖的soft skill 所有的东西 how well you represent yourself 当然了任何一个人 老板还没请你之前 真的是没有办法完全知道 你这个人的程度到哪里 是是是 你有可能你self representation一百分 对 但是请过去呢 你数学是不会算的 啊对 也是有可能 有可能 我们之前公司也有同样的状况 是是是 对 那你在很短的时间里面 老板要揣摩出 或是那个面试官要揣摩出 你这个人到底好不好用 是 都很难 其实有点困难 那有些公司当然他更谨慎会考试 所以那考试 考试能够可以至少知道 你的technical skill 是有没有达标 但是呢要有办法当一个team player OK 其实呢是 一定要进去才知道 在interview的这个里面 他判断出来的 是是是 那你今天 你刚刚问我的问题是说 啊还需要具备什么 对 对 我觉得就是那个 讲话的自信度 嗯 对很重要 因为毕竟要在那一个小时 特有自信 而且呢 组织 组织能力要够好 就是别人问你什么 嗯 你回答的是重点 对对 不要讲了热热等什么 重要的话都还没讲 所以面试官他会判断说 哦你的逻辑是好的 是是是 你组织能力是好的 哦你是有自信的 对 好这个人是靠谱的 嗯 因为他就 你就只能给他这些蛛丝马鸡嘛 是是是 他去判断 嗯 嗯对说的很对 蛛丝马鸡 对 然后最重要最重要的是 其实呢 或是年轻人 嗯哼 年轻一辈的 是 去一个公司 老实讲 几乎所有的technical skill 嗯 大部分的 对不太会 technical skill是可以教的 嗯 但是他只重视 你是个team player 哦对 真的会 真的会 对于社会新鲜人 就是以这样子来 来定义 对 除非你今天 那个应证是脑神经外科 嗯 那你没办法教 你 你大学没有受训 就是没有 你这technical skill 非常重要 但是其他的工作 可能七八十 是 有可能是 你进来了 嗯哼 公司也是 得重新训练 是是是 所以他重视的就是 然后你这个 悟性好不好 嗯 基本的那个 思考能力有没有 problem solving有没有 对 太重要 逻辑啊 思考啊 对 适应能力有没有 嗯哼 那你是不是有办法 work as a team 嗯 没错 这太重要了 这几个 是是是 了解了解 那再来 我觉得有一点 蛮重要的是 就是国外的工作环境啊 跟我们台湾的 是有不一样吗 工作环境 是是 当然每一个公司 是不大一样 是 那在国外 就是可能针对 你可能是想要 我想针对加班 这个部分 对 没错 不管是环境 还有你的时间 所谓就是应该说 你们总共上班的时间 的时 对 多长啊 然后整个轻松度啊 这样子 OK 其实也是看产业 OK 比如说 在 在accounting firm好了 嗯 比如说你在国外 你在KPMG 有时候也是得加班 没错没错 那但是就不是把自己的东西做完 嗯 可是加班并非是常态 嗯 对 所以呢 我之前上我们公司 因为我也没有办法代表 整个国外 是 就是我只是 能够可以传递我看到的 嗯 就是 嗯 国外是比较重视的是 效率 是 OK Productivity 嗯 嗯 产能 对 Efficiency 就是那个效率 效率 Efficiency 如果高的话 你其实不需要一直待在这边 没错 那他们会觉得说 公司要有制度 是 就是你今天 嗯 一天没有办法把你的 所分配到的工作量做完 嗯 那是不是你的产能跟效率是有问题的 嗯 你还需要花到晚上的时间 是 来去执行 真的 真的 那如果你分析起来的话 就是以前我们的公司 你一整个礼拜要做的事 是 一定是可以在工作小时 工作时间内 做完的 嗯 那我不知道在其他公司是怎么样 是 我相信当然有些产业 你就是必须加班才有办法做完 因为它就是 嗯 意思是很 很高 工作量的地方嘛 是是是 当然 那 我们在我们那边 我比较少 比较少看到的 就是 加班是常态了 嗯 那在台湾是真的太业 那另外一个是 管理上 嗯 他也不会太 去围管 那个micro management 嗯 围管 对 而且每一个员工 嗯 他自己会有一定 程度上的自由跟 解决事情的能力 嗯 不会说小事情就 哦 网上报告 哦 这个怎么办 哦 客户问了这个问题 哦 我要怎么办 他他必须自己在他的 那个授权范围内 去解决一个问题 是 啊 这个是习惯的 对 有可能跟那边的大学教育 大学的 的那个style 这有关的 就是 教授就丢给你一个东西 哦 你自己去解决吧 内错 我们下次见面的时候 就是你论文写完的时候了 啊 真的 所以自己去 自己去找答案 算是大家 觉得是一个习惯 对 在台湾就比较不会是 在 亚洲的地方 可能 比较是micro management 对 就是哦 你按照这个SOP 那 大家就是 遵守这个 然后有 遇到的状况是在这个SOP 以外的 嗯 可能就 哦 不知道怎么办 没错 就要一直往上 承报 那也不想要 自己去想一个 很创新的方式 去解决 嗯 因为 很容易被骂嘛 是 哦 那为什么没有按照SOP 对 对啊 所以呢 这个就是两大文化有一点不同的地方 嗯 真的是 真的是 然后 哦 那这样子 那我还有一个问题想问 因为其实像是 刚才有讲到的就是提升那个 应该说提升自己的能力嘛 就是可能有压力的时候就要自己提升能力 那像在国外啊 会有 因为其实像我自己本身 我的朋友们如果可能闲暇时候他们有时候可能会去进修啊 有可能去参加Toastmasters啊 去参加什么东西 来进修自己的不管是语言啊还是各式各样的能力 还有人去可能学电脑的啊 电脑的各式 在国外也会有这样的状况吗 很多公司其实都会付钱 啊 对 公司自己里面就 让里面的员工去进修 啊 OK OK 所以呢之前就有一个笑话就是这样子啊 就是一个老板他常常付钱让他的员工去进修 嗯 然后就另外一个 一个他的朋友 也就问他说 哇你花那么多的钱 让你的员工去进修 是 啊他们等级提升了之后 他万一不做了怎么办 是 然后那个花钱让人进修呢 老板就回答 我更担心的就是说 他们都不进修 然后继续在我这边 真的 诶真的诶 这说的很多诶 因为不进修 在你这边的话 做 不管做措施啊 然后又越来越烂 所以你哪个策略是正确的 嗯 对 是不是 花钱培养员工 啊万一他跑了 啊确实是个损失 是是是 啊然后你都不栽培员工 啊他就 一直在那边 乱 他又没有 又没有进步 那也是个问题啊 对 诶这是 这个老板回答的可好 对对对 棒棒棒 是啊所以这个也是啊 就是 公司呢会针对他们公司需要的技能 嗯 让你去进修 哦 ok ok 那我相信台湾很多公司应该也是这样 也是有也是有 没有错 那你刚才有提到就是 自我的 对 提升 对 比如说 communication好了 啊好 假设说我们台湾人嘛 对不对 是 好我们去国外 讲英文的地方 嗯 去讲英文的国家工作 是 那一开始呢 语言上会不会有压力的 绝对 一定也是有 如果你的工作需要一直讲英文 嗯哼 你光要用一个你不熟悉的语言 是 跟人家吵架吵言 嗯 都已经是有点难度了 真的真的 那你又要用你不熟悉的语言 去说服别人买一个产品 对 或者一项服务 也是有一定的难度 太难了 甚至你要用一个不熟悉的语言 把一个很复杂的概念传递给你的同事 嗯 也是一个难度 这个也是个压力啊 是是是 那解决方案真的就是 唯一就是 狂练 提升英文 没错没错 就只好 那你的压力来自于technical skill 那就提升technical skill 嗯 没错 总之就是在国外的话 一样嘛 只要有任何压力的话 就要自己去找课程上楼之类的 对啊 嗯 我遇到很多的 呃 在那边工作的 其实算是外来 foreigner 是 反正任何人不是在 比如说在美国好了 东西兰 澳洲 不是在那边出生 或去 都是 foreigner 算是 foreigner 是 那他们一定有自己的母语 嗯 那很多人去那边 他的用功程度 是 是不输给当地的 嗯 他学英文 他就要学比当地的 用英文的 白人还更好 哇 太厉害了 所以他们这样的精神 对不对 在最后在大公司里面 都是当高层主管 嗯 然后底下呢 可能就是 他之前欺负他 英文讲不好的同学 太棒了 蛮多的案例是这样 是是是 哦 那是更加深 我们的主要信心了 反正就是 你 比别人还差 那我们就是以十倍的努力 来努力 就这样子而已 人生不就这样过吗 好的 那也谢谢 今天应该说 在空中陪着我们 度过着一个小时的 听众朋友 那在下周同一时间呢 也继续收听 希望 讲不出来 希望各位听众朋友呢 继续收听卡卡派双语talk show 最后呢 带来最后一首歌 这首歌呢 一样是前五名的哦 就是叫做 Gone 字幕志愿者 杨语talk show